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李嘉诚在香港再度七折卖房引发热议 李嘉诚旗下常诗集团日前新楼七折开盘引发哄抢 当天销售金额近75亿港元 李嘉诚此举引发了大陆网民热议 常诗集团在香港的港岛南港铁站项目蓝色海岸 Blue Coast日前首次开盘 因为该项目此次推出的楼盘价比同区域 其他楼盘价格低了6000元以上 这一价格被称为捞底价 与周边的二手房价相比 相当于打了7折 而且该项目位于香港南区距潜力地段 港铁两站直达核心商业趋劲中 临近深水湾 潜水湾及寿城山等传统豪宅地段 所以受到买家青睐抢购 开盘当天 413个单位被抢购一空 销售金额近75亿港元 创下香港2013年4月实施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例 以来新盘单日销售金额的最高记录 香港中原地产数据显示 截至4月6日开盘 Blue Coast项目8天 共计认购2.8万组 超额认购65倍 平均66人抢一套房 中签率约1.5% 因为此次销售火爆 4月7日 常识集团方面宣布将在首轮的基础上 再加推88套房源 市值超20亿港元 此次售价会上调3% 早在2023年8月 李嘉诚就曾经打折卖国旗下楼盘 当时 常识集团的青海翼二手发开盘时 最低折后价290万港元 较周边二手房便宜了三成 创过去7年来九龙新区新盘新低水平 对此 财联社4月9日 引述重量联行香港办事处主席 曾俊华的评论说 当市场不明朗时 常识集团总是第一个降价 作为开发商需要考虑机会成本 当然希望尽快收回资金 同时也能获得利润 如果他们选择持有库存 开发商将受到两方面的伤害 一是持有成本 二是现金本可以产生的收入回报 截至今年2月28日 香港楼价已经连续下跌9个月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 陈永杰表示 香港一手房成交记录 创历史新低 2023年第四季 一手私人住宅新盘货伪量 升至22,936个 这种情况下 有发展商推出多项优惠政策 发展商未求销量 相信短期内定价仍会保持克制 以刺激销情 减少货伪量 李嘉诚再次七折卖房的消息 引发了大陆网民热议 近500名网民在腾讯网参与了讨论 很多网民都表示 钦佩李嘉诚的眼光和魄力 网民诸葛说 李超人名不虚传 伟雄表示 现在知道 为什么将还是老得辣了吧 国内商人的眼光 跟商业意识 跟老李真的是没得比 昵称说 大涨的那些 有几个工程身退的 不赚最后一个铜板 永远把控制风险摆在第一位 这是长青树 不倒的秘诀 天良好个邱泽表示 李嘉发迹70年 经六朝而立五节 治市将至则大收购 乱市将至则广积粮 每一次的治乱更替 都是李嘉的一次财富晋级 就像现在 李嘉在港 已经没啥大投资了 就是收收租喝喝茶 广储前良官污乱 高枕无忧带新潮 还有网民分析 李嘉诚 为什么会一再打折卖楼 大门朝南表示 老李可不是徒有虚名 他提前看到了大形势 只能说 我们正式开始进入大衰退了 德林表示 不得不佩服李嘉诚 很明显 香港的房价会跌 且最终会与深圳看齐 所以在后来 整个大湾区的统一发展 会拉低香港房价 这对于香港人是福利 可是对香港开发商来说 就不一定了 山州渡口认为 是这样的 他应该是看到了未来 还有网民对中共行政干预 大陆楼市市场的现状打去 小海书 这低于备案价多少了 怎么能被允许 另外 不怕被砸售楼处吗 北京网民莫陈一本正经地说 应该找他谈谈 破坏房地产产业链 单车哈哈大笑着说 为什么香港市民 没去投诉开发商 不打砸售楼部 港府不发文件 查处扰乱市场 更有网民借此发表了 对中共干预市场的不满 Coster吐槽 香港房地产都打折了 对面的深圳还在死守 减价卖房 就是违法搞的深圳空置率50% 就在深圳北战附近的新楼盘 花甲之年则说 内地可没人让你七折 或者降价卖房 不但不允许 还得处罚 超则认为 房子该打折就打折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 为了保房价 出台限跌令 最后保不了房价 反而会拖死开发商 造成烂尾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 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